你现在听的是圆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绿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dot-com-dot-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了解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Diana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讲一下孕婦的静脈曲张 孕婦抬着BB这么重 对脚会承受了很多压力 循环又不是那么好 很容易会有静脈曲张 袁医生这样有什么自然的方法去舒缓呢 Diana 你说得没错 孕婦在因为那个BB的重量 加上荷尔蒙的改变 还有很多时候 他们那个便秘的问题 也都是容易出现的 这都会导致下那个问题出现 那个静脈曲张容易出现的 好了 那有什么的方法呢 有什么食物可以帮助到呢 我发现 维他命B杂 是可以预防那个血管的血泉出现的 那这些血泉 也是一个植物曲张的一个问题 因为植物曲张 它变成了它的流畅变化了 那么很多血泉会出现的了 所以维他命E杂 在这方面很有帮助的 还有那个植物的胚胎 还有很多是那个所谓叫做冷冻 冷冻的油 也都是有维他命E的血泉是很好的 好了 其他就是啤梨了 红色的蓝色的颜色的啤梨呢 都是一个很好的早餐来的 因为这些和那个所谓的小食来的 零食来的 那它也都会加强你的那个腸壁 增加它们的那个弹力的 那还有桥物呢 我也都知道呢 可以加强我们的微脂血管的 嗯 那这些食物呢 可以早点去使用 好了 那有些什么自然的处方可以处理到植物曲章 好了 那在处方方面呢 对孕妇的植物曲章呢 第一就是那个 Billberry Billberry 山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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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即是它有不同的翻译 那发现这种的 通常的Billberry 有时食物可以找得到 有时呢 就可以吃些那些粉状 一些饮品都会有的 那会加强我们那个血液循环呢 加强我们那个微脂血管 那个 微脂血管 那个 那个硬度 那第二呢 就是阿麻子油 阿麻子油呢 是帮助我们的肠 呢 減低我们的大便 即是谷大便的那个 情况 那它有很多的 主要的脂肪酸呢 也都会帮助我们 那个身体的组织的 康复 那 那当然 如果你发现你油太多 会有些 辐射呢 土射呢 那就 适量地减就行了 好了 另外一种呢 就是Witch Hazel Witch Hazel呢 我认得叫做 Hammaba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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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ginica 那这个Witch Hazel呢 我们呢 叫做 北美金柳梅 Witch Hazel 北美金柳梅 在西方的自然药里面呢 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 处理 那个植物曲章的 那你可以塗 Cream的 你也可以当滴剂去喝的 那很多时候呢 有些Gel 或者Cream给你塗 好了 另外呢 我就可以用那个 生物类黄酮 这种这样的 营养補充剂 那 食量呢 可能是12、3次 1000mg 那生物类黄酮呢 可以减低 那个炎症 和肿胀的问题的 那 那 除了我个 我刚才所说的 Witch Hazel 那个 北美金柳梅呢 那 其实同的尿法都有的 就是 不是只是草药 外敷的 你也可以服这个 这个尿剂呢 是 是一个 就是 北美金柳梅 那个尿剂本身 内服的方法呢 也都可以对一些 比较大一点的 肿痛的 或者 刺痛的 那个 植物曲章 很有用的 好了 还有一个尿剂呢 如果这个 那个 植物痛到呢 直接好像 鸢鱼 好像肿胀 好像被人 打过 打伤过 蓝蓝的 那我们有一个尿剂 是什么呢 是三甘蛇 是 我们所有人都要用的 任何的 症状 你好像被人 凸鱼过 好像微书一样 破裂了的 三甘蛇 鸢鱼 不想捉摸它 因为已经痛了 那就可以用三甘蛇 好了 另外一只呢 就是那个白头翁 那白头翁呢 通常用一些 症状呢 就那个 那个 那个 脚呢 是慢慢肿胀得来 又热又痛 OK 又热又痛的 那通常呢 他穿的呢 就喜欢伸出 那个 皮铺 最好就是 浪在那个 窗门那里 被风吹的 白头翁就是这样 怕局嘛 怕烟 喜欢风吹嘛 那白头翁呢 是这种这样的 就是主要的 的阵营 所以这些疗剂呢 都可以 就是视乎你的症状 是否符合 而适当地配用的 好了 除此之外呢 我当然可以用按摩 简单一点的 经常的按摩 尤其是 孕婦来说呢 是会减低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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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曲张的问题 那但当然呢 就不要直接 按下那个 那个 植物曲张的 部位 那还有呢 就是那个 体质水疗 那有的时候呢 除了体质水疗 自己可以用简单的 水疗呢 就用一个 濕毛巾呢 加一些 北美金柳梅呢 就放入环柱那里 这个也是一个 很好的方法 那平时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 最近开始 和大家介绍呢 就是那个 微循环的治疗 是 因为植物曲张 是一个大循环系统 那里出了故障 所以曲张的 如果你 微循环是 暢顺的时候呢 它不会引发 大 大动物 大静脈的 扭曲的 那所以 任何东西 能够 处理到 微循环呢 其实呢 这个静脈曲张 是不会出现呢 和可以 处理这番号的 那所以呢 最近呢 就有一个 新的 叫做微循环系统的工具 好了 那平时我们 尽量呢 尤其是孕妇 然后呢 有机会呢 就躺下的时候呢 把脚呢 就浪高过头 嗯 把血呢 倒转头 就不要聚在一边 这样 那这个呢 就会减轻你 那个 对于孕妇 出现的 不适 这个呢 这个呢 还有就是 运动啦 那当然呢 有一单车是很好的 有一单车是 特别好的 但对孕妇来说 比较难 粗粗一点的 那没有所谓 就是啦 做游水咯 对不对 或者水上的 阿罗比 很多时候 大家看到的 那些女士呢 就会 在那个游水池那里 做 用水的浮力 支持之下呢 做那个 大洋的阿罗比 的运动 那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会穿一些 特别的压力的纹 对不对 尤其是孕妇方面 那你去那些 好的地方 买一些 的特别的压力纹 那当然呢 要懂得怎么用 就是通常呢 是你那个 未胀之前穿的 是 不要胀了之后 你会穿下去的 那通常呢 一起床的时候呢 或者呢 就休息一会呢 那脚呢 是縮了之后呢 那先把那个 压力纹呢 是套上去的 那还有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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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紧的 要要要配合得很好 就是不要太松 又不要太紧 如果太紧呢 会令到植物呢 是更加差的 那这些都是很多东西呢 我们 在自然医院里面呢 我们可以用来呢 是处理 孕妇的植物曲张 这个问题的 好 明白了 多谢完医生今天的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 预约回诊 2577-3798 可爱的听众 亦都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原医生网上回诊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新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者上去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节目啦 谢谢袁医生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绿器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